这样的公司团建你见过吗 老板逼着公司员工相互抽耳光 面对不敢下手的新员工小金 老板甚至要女员工来羞辱他 激发他的狼性 看着又一个好好的正常人 被自己驯化了 老板这才露出了满意笑容 而这个变态的老板 不是别人 正是韩国最大的云端数据公司 四星数据的掌门人调会长 评论里的他 就把自己当成公司的神 是所有员工都为他的信徒 为了更好地塑造自己神的飘逸形象 他不仅上班从来都脚步落地 只用平衡车逮捕 更是到哪都带着 红黄绿三位护法 以撞声势 而为了彻底把这些普通人 变成自己的信徒 能无脑为公司赚钱 他每天都要用疯狂 且富有激情的演讲 给他们反复洗脑 激发他们的狼性和忠诚 而对那些能为公司赚钱的员工 他从不吝啬金钱 甚至连一个小职员的媳妇生日 他都会抓住这个机会 收买人心 把自己钱包 送去给他买礼物 也正是他这种黄金拿走 人心留下的策略 让他的四星数据成为了 韩国最有狼性的公司 而他也真正成为了 所有人心中的神 甚至有人愿意为他去死 而那些被他洗脑的员工 哪里知道 这个神一样的好老板 其实只是他的伪装 乐魔才是他的真实身份 这不 新来的接线客服小金 就不幸遇到了他恶魔的一面 仅仅因为给客户办理了退钱的他 就被嫖会长当着全公司面 进行毒打和羞辱 并被开除了公司 可没过几天 公司的红黄绿护法 却又忽然找到了他 并把他绑到了一个仓库 看着忽然出现的嫖会长 小金一头的雾水 他怎么也想不到 正是自己前几天 因为觉得委屈 随手在众多举报 四星公司的帖子下 留下了一句 缺德嫖会长 就给他带来了 今天这场杀身之祸 我老大给不死不死 好似乎 好似乎